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要内容是 一生活在李连杰的阴影下,于荣光成功转行导演,这些剧都是他拍的 小编提醒,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添加小铃铛 演艺圈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怪现象,一位演员他的作品无数,观众也都认识他 可就是叫不出他的名字,他没有什么大奖,但口碑一直很好 62岁的于荣光,就是这样一位演的一生配角,却始终没有大红大紫的演员 去年一部电视剧《庆余年》,在当时再次掀起了一波演戏风 不管是老戏虎陈道明,吴芳还是新生代的张若云,郭麒麟 都的的确确因为这部剧大活了一次,而在剧中后半段,才开始有戏份的于荣光 饰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他的出演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原来这个老戏虎居然能把角色表演得如此细腻 加上这部戏,于荣光已经和编剧王卷,已经前前后后合作了十次之多 自从于荣光从电影转到电视后,两人合作多部不同题题材的电视剧 要说于荣光能成功转型,王卷也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王卷也曾帮助于荣光,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电视剧导演 在九十年代,那时候的香港电影,还处于发展阶段 很多内地的演员都想到香港演员圈去分一块肉 但文化的差异又让很多人杀鱼而归,甚至直接一蹶不振 而于荣光恰巧是其中一刻,因获得福,电影学院落榜的于荣光,被名导看重 于荣光的家里是北京的京剧世家,其父是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1958年出生的他,自幼被父亲拉去练习武术 到了11岁那年,于荣光进入了北京一家京剧团,开始了十年的京剧舞生之路 在这十年的青春岁月里,于荣光扎扎实实地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这也为他今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少林寺》的成功,让整个亚洲都了解到了中国功夫 这部电影不仅创造了当时的票房奇迹 还把功夫电影这种形式给挖掘出来 香港导演徐晓明也嗅到了其中的机会 他也准备北上去干一番事业 而24岁的于荣光也正好有想演功夫片的念头 于是怀着这个想法,于荣光就去参加了 北影的演员培训班开始 结果意外落选 愁拍新电影《木棉袈裟》的导演徐晓明 正在为选角伴仇 恰巧于荣光出现在了他的视野里 于是就有了剧中大反派其偏远的于荣光 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徐向东 他不仅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 还在当十五学界赫赫有名 可从小在国村艺术熏陶之下的于荣光 在戏里把他的风头全部抢走了 不仅很多动作戏都是亲自上阵 而且凭借自己不错的形象 在电影问世之后 收获很多移民青睐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 徐晓明看到了信任感身上的闪光点 于是第二部电影《海市蜃楼》 中他没有使用徐向东 反而亲自上阵为男主角于荣光搭戏 这不在当时让观众耳目一新的西部片深受好评 大获成功之后 于荣光也成为了那个年代家喻户晓的明星 而反派女主角帕夏吴迈尔也摇身 已变成了大众女神 本来以为于荣光会就此活下去 没想到随后他拍的几部电影 都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都很难被观众接受 事业似乎戛然而止 漂洋过海 到香港发展的于荣光 因为反派角色成了绊脚石 90年代的李连杰可谓是在香港影视圈打下了一片天地 他的《黄飞红》系列 让很多香港的武术名都爱上了内地功夫 这吸引了一大批内地演员 纷纷去往了香港发展 于荣光也随着大流到了香港 1992年 于荣光在香港拍的第一部电影 《东营游侠高玉华铁舞》 票房惨不忍睹 当时有不少观众拿于荣光和李连杰比较 事实上两人虽然都是五星 但于荣光的戏路明显要宽于李连杰 他的外貌足够饰演正反派不同的戏份 但两人的境遇却大相径庭 虽然有两大导演的相助 可于荣光始终到达不了 李连杰在黄飞红电影里那种高度 在香港演艺圈混迹了十年他拍的电影 足足有五十部之多 但这些电影无疑有两个规律 大片里当配角 反派 小成本电影里当主演 比起自己那些正面形象相比 饰演反派的于荣光 反而让观众记住了他 例如在电影《超级计划》里的乘风 虽然最后又在剂情洗白 但他邪恶的样子容易翻分 还有后来电影给爸爸的信中 戴上一副墨镜脸的让人愤得牙痒痒 不仅如此 就在于荣光搭档影币 由青云拍摄《怒火街头》的时候 风口不亚于这位影帝 虽然让观众熟知 但于荣光的形象也被无形中加上了标签 大反派成了他在当时电影行业的绊脚石 此时的李连杰虽然在电影数量上 比不上于荣光 但每部电影都堪称经典 卖好又卖作 这样的不同的境地 让一个成为日后的巨星 一个慢慢开始从电影前退出 成功转型 于荣光从电影换成电视 成为一时民导 自打1997年之后 香港电影逐渐进入推势 这时候香港电影人则开始本上 到内地来找出机会 真是30年和东30年和西 但于荣光和回来的其他演员不一样 他直接放弃了电影这个行业 一门心思地开始往电视剧的方向发展 2006年 一部由于荣光主演的抗日题材 《狼独花》在各大卫视热播 于荣光将这个出身草莽的影响 变成抗日英雄的形象 演绎的入目三分 也深得观众好评 也因为这部电视剧 于荣光在自己48岁的时候 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到了2010年的时候 于荣光迎来另一个高光时刻 因为新版《三国》的上映 在其中饰演中干一胆的关羽 92版央视三国演义 陆树铭老师的关羽长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很多观众都一致认为 陆老师就是真正关羽的形象 有这样大的压力 于荣光自然不敢怠慢 他不仅仔细研究人物特点 还凭借自己先天条件 把新三国的关羽演出了自己的特色 除了在电视剧上的成就之外 2002年开始 于荣光就开始涉足电视剧导演行业 2013年他指导的《武乐传奇》 对观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评分高达8.8 随后他又指导了多部电视曲 例如《务府风云一江春水》等都是电视荧幕上 观众耳熟能详的好作品 不仅是古装剧和抗日剧 就连剧情紧凑的行真剧于荣光 都能拍得像无像样 这也让他在电视剧导演圈里大放一看 功成名秀 亚洲史太龙退居幕后 几年前 有个关于中国功夫巨星的排行榜 当时58岁的于荣光位居第十位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兢兢业业的好演员 到了退休的年龄 带着一身伤逐渐淡出了观众的视野 这位曾被称为亚洲史太龙的于荣光 如今已经成功转型到了幕后 安心当一名导演 比起之前电影里的高光时刻 现在的于荣光更像是在享受艺术带来的快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添加小铃铛不迷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